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生活清白滋味 工程爆破技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已经渗透到经济建设的众多领域 特别为中国的铁路建设、矿山开采、电箱爆破等做出了重要贡献 爆破工作是一项很危险的工作 对一些破旧的楼房来说 我们最常见的拆除方式就是爆破拆除 因为爆破最省时省地 那么爆破拆除真的可以轻松地把房子拆掉吗? 答案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拆楼的时候还是会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 就比如菲律宾的拆迁队在拆一座商业大楼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 当时炸进这楼时用了100公斤的炸药 但是依然没有拆除这座楼 最后还是用挖掘机给它推倒的 在爆破的过程中其实挖掘机也是主力 但是对于司机来说就很危险 比如一辆挖掘机在拆一座小楼的时候 房屋居然向挖掘机的方向倒塌 司机见状赶紧汽车逃生 这才逃过了一劫 虽然司机侥幸地逃过一劫 但是这对行人来说就可危险了 挖掘机在推下墙体的那一刻 墙面居然是整体倒塌的 直接打向路面的道路 好在当时行人都离得比较远 例如在插一座底层已经被炸碎的楼的时候 只等整座楼层垮塌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不知道是不是吊量不够 还是有一部分没有炸 这可就像小时候点的炮仗没有炸一样 谁敢过去查看呢 看来这拆亲也是一个技术活呀 还真不是谁都能去挖墙脚的 对此大家怎么看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我们吧 我们下期再见